請看一下,下個重點我們介紹的是利用完全平方 主聽,我們利用的是完全平方來做音式分解 利用完全平方做音式分解 那什麼是完全平方呢?來這邊給你的喔 你還記得我們背過公式嗎? 這不是背,A加B平方 是不是等於A平方加2AB加B平方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教的是說,你看到右邊,想到左邊嘛 現在是反過來,你看到左邊的時候想到誰? 想到的是右邊 會啦齁,再來另外一個也是一樣 A平方-2AB加B平方變成A-B平方 這叫完全平方X,上面這叫完全平方 這個應該會吧? 好,那我講的重點是 題目當然不會對你那麼好 一開始忙看得出來的 好,像這個地方,請看一下這裡 如果Y,我舉個例子齁 題目Y出現之後題目怎麼辦? X平方加4X加4 它是完全平方嗎? 老師為我們在內,我們試一下吧 來,請看這邊 那個,不要在手放下面看手機啊 有的沒有的 來,這個呢先照寫X平方 4是多少平方?4 4是2的平方 來,看這邊,看這裡,看這裡 教你喔,通常是這樣子的喔 如果你看這邊前面有個X平方 後面又有個B平方的話 如果中間是2AB 那就是完全平方了 聽懂嗎?會啦喔 所以,通常是這樣子的 如果你發現前後都是個完全平方 代表就有很高的機遇 它應該就是一個完全平方 那我們看一下 中間一個多少 中間一個是2AB 這個A就是X啦 這個B就是2啦 那你看這邊,這個乘開多少 乘開,是不是4X 有跟這個一樣 有,所以換句話說 它可以寫多少平方 A加B呢 是不是相當於A加B平方 A就是誰?就是X B呢?就是2 看懂嗎? 現在我來教你說 你如何把X平方加4X加4 改成X加2的平方喔 我再說一遍,怎麼做? 你把那個X關鍵造型 4呢改成2的平方 那如果中間如果是2AB的話 那就很完美 就可以寫了A加B平方了 會啦喔 看懂嗎? 真的會 舉個例子 來 A平方加2AB加B平方 我會點多少 A加B平方 A加B平方 這個你會吧 那如果是X平方加2XY加Y平方呢? 就變成A加Y 你告訴我上面跟下面有什麼不一樣 只是把A 對,把A改成X 把B改成Y而已 對不對? 阿如果你爽的話 你寫什麼東西? 大便的平方 加上2倍的大便 C 加上星星的平方 9它點什麼東西? 大便 對,就大便 加星星的平方 會嗎? 再來一個 沒有 我再來一個 如果Y1我這樣寫 考試上不會考這種大便的題目 它考試考這種 如果Y1是9X平方 加上36 中間如果是加上 呃 36 X的話 請問你它可以變成多少? 要把36 這個 這個 這個算當於3的X 這個算當於 6 阿這就是2AB剛好就是 對不對? 雖然可以寫多少? 3可以加6的平方 但這不是答案嗎? 為什麼? 因為如果14分解的話 這3跟6還可以怎樣? 提出去 請問你 提出去會變多少? 變3對不對? 對 提出去會變成 我教你過 出去會變多少? 9 如果這寫2次方的提出去會變成9 然後是X加2的2次方 會啦齁 我要講 告訴你是不管是A平方 加221B加B平方 還是X平方這個 還是大便的 還是這個的 你要懂得去做轉換 這樣會嗎? 會啦齁 好 那這邊呢 不好意思 有些常用口訣你要背起來 來這個第三個這邊 請把它背一下 打星號 打三顆星 第一個 121144169 1816 1025 怎麼記你知道嗎? 其實很簡單 就是中間這個數字怎麼辦 除以2在平方 就是後面那個數字 再講一遍 中間這個數字除以2在平方 但前面係數應該是1的 請問一下才可以這樣做 再講一遍喔 如果前面最前面係數都是1的話 那麼最後的數字怎麼記呢? 就是中間這個數字除以2在平方 所以看到沒 4除以2就是2 2的平方就是4 再看這邊 16 6後面配多少 配上9 這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他的意思是說 比如這次寫是不是169 我舉例齁 比如說X平方加6 一個加9 你看到係數比是不是169 他這個可以寫多少 寫成X加3的二四方 這樣會嗎? 好 然後再來是1816 一十二十五 來那妳看妳猜 那如果萬一我寫是一二十 後面要聽多少 100 怎麼記很簡單 把20怎麼辦? 除以2在平方 好那妳就說舉個例子 比如說如果題目出現是X平方 加20X加100 他就會變多少 就會變成X加多少的平方 10的平方 加10的平方 你要懂得這種題目 這個題目就是直接反應的喔 會啦齁 那他告訴妳說 如果要用成法公式的話呢 要用這些特性 第一個手下一定是某數的平方 墨下也是某數的平方 中間一定要符合2AB 就可以寫這樣的形式了 這樣子 會啦齁 可以嗎? 好可以的話我們看後面題目練習 來看一下